这是一场能让人笑掉大压的比赛 如果看完你没笑可以在评论区骂我 本场比赛由搞笑挨打王鲍波萨普 对阵早期UFC重量级选手鲫莫 比赛采用踢拳规则只有站立没有地面 接下来搞笑对决正式开始 鲫莫率先进攻 鲍波萨普往前追但是没有进攻 一记左手把拳打得跟玩似的 但是我们看到鲫莫在蓝队逃窜 萨普继续穷追猛打 好的鲫莫被呆住了 萨普一度玩八拳可见套 继续以腿法追击 此时的萨普28岁 身强力壮 就是这拳打得不太像样 继续往前压 并且身体坐着小幅度的摇手 报价防守 事实上鲫莫的拳打得也很随意 俩人都挺壮 然而这比赛打起来却不像是那么回事 双方同时低扫萨普险些摔倒 继续追 大口的呼吸 他似乎是在提醒自己要时刻保持呼吸 这边一个态势顶膝 鲫莫亮亮枪枪险些摔倒 萨普一边吹气一边进攻 鲫莫这边被逼到了角落比较危险 萨普的王八拳可不是开玩笑的 鲫莫有些招架不住了 这波进攻让萨普快要闯不过来了 哎嘎哈嘎哈比赛时间还没到呢 继续继续 鲫莫这边摩拳擦掌一技低扫 萨普瞄准时机怀疑颜色 力量上显然是萨普更有优势 低扫加前四连续命中 比赛还不到两分钟 两人都累完了 比赛节奏也随之慢下来 好的接下来比赛第一波高潮出现 鲫莫一技前手 萨普直接摇晃 还看机会来了 我断上去补刀 然而就在追击的过程中 萨普一技后手拳反击 鲫莫瞬间被击倒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不 好戏还在后头 鲫莫迷糊糊站起来 后又来了个360度大反转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双方结束了第一季比赛 然而在休息期间两人还有戏 当回合休息时间已经结束的时候 萨普竟然赖在白凳上不起来 这引起了寂寞的强烈不满 这个时候你还觉得萨普老实 觉得他傻吗 这一番操作真是让人始料未及 场下观众也是乐开了花 看他一直赖着不起来 众人焦急的跟他一番沟通 大概又过了一分多钟 他才勉为其难的站起来 尽管休息了两分多钟 但他依然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当第二局比赛开始以后 他直接开启狂暴模式 一顿老王八拳瞬间击倒对方 接下来又整活了 被击倒的鸡莫直接将护齿扔在地上 然后告诉裁判赶紧给我洗一洗 护齿掉地上脏了 随后裁判也顺从了对方的意思 不得不说这两人比赛打的不咋的 整活倒是挺有一手 双方一人一个套路扯平了 两人最终谁能笑到最后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萨普乘胜追击 火力全开 胜利就在眼前 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王八拳呢 从上往下垂 这样的拳法相信你也是第一次见吧 后手大摆 再来一个 鸡莫直接被轮倒 他试图爬起来 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索性直接躺平 此时此刻 鸡莫应该是两眼抱金星 头晕目眩 抱抱萨普KO获胜 十分牛气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别着急 接下来还有活 你猜怎么着 此刻赢下比赛的萨普 看到了坐在台下的迈克泰森 于是年轻气盛的萨普 竟然直接当众挑衅这位世界拳王 下面那个小泰 你给我上来 泰森表示 我看你是厕所里点灯 找死 直接就冲上擂台 看到上台的泰森 萨普猛然冲过去动起手来 众人健壮迅速阻拦 生怕泰森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因为泰森一旦动起手来 萨普就会横折出去 泰森也会被抓起来 关进监狱 而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好在众人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以萨普这场比赛的表现 如果泰森动起手来 一分钟之内 他就会失去宝贵的生命 我看我看你 好re chega 好凡